主料,高筋面粉270克,黄油30克,鸡蛋一个,白砂糖20克,奶粉20克,酱母4克,补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干酱母用60克温水融化,放入高筋面粉,白砂糖,盐,奶粉,全蛋液和水,溶去面团起筋,加入软化的黄油, 使劲快速的揉,揉到面团已经能形成了一层薄膜,揉好的面团放在盆里,盖上保鲜膜或者湿布,放置温暖的地方,发酵至面团的两倍大,把发酵好的面团里的空气揉出,把面团分准三分,揉圆并放在室温下醒发15分钟,取一个醒发好的面团,用擀面杖擀成长条状面片,擀好的面片从上而下卷起来, 然后把正好的面团手头朝下,放入吐司盒底部,用同样的方法卷好其他两个面团,依次排入吐司盒底部,在烤箱里放入一大盘开水,把放了面包的吐司膜放入烤箱内,再次发酵至10分钟左右,发酵到8分钟,发酵好的吐司表面刷一层全蛋液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20度烤30分钟左右, 出炉后,趁热脱模,烹饪技巧,把面团卷起来的时候,一定要卷紧,不要有缝隙,否则做出来的吐司内部会有空洞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B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